最近,美英两国的外交政策似乎发生了重大转变,他们先后表示愿意承认巴勒斯坦国。 这一行动可能是出于多重考量和压力。 2024年1月30日,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宣布英国正在考虑提前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。 他提出的观点是,英国应当在最终和平协议达成之前的谈判期间就正式承认巴勒斯坦,这一举动显然旨在加速和平进程。 卡梅伦对以色列的批评也颇为尖锐,他指出尽管以色列在过去30年间经济有所增长,但却未能为其公民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。 英国的这一立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外交策略。 历史上,英国的外交政策往往与美国保持一致,甚至被认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试金石。 若英国的这一态度得到积极回应,美国可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。 国不其然,紧随其后的2024年1月31日,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·米勒也表态称,美国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,旨在为以色列提供长期的安全保障。 拜登政府正在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探讨不同的方案。 这一系列动作表明,美英两国可能正面临着国际和地区政治的压力,同时也在积极寻求解决长期存在的以巴冲突。 通过承认巴勒斯坦国,美英可能希望在中东地区创造新的动力,推动实现区域和平与稳定。 然而,这一举措背后的动机潜在影响及其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。 探讨美国和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变化,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现实动因。 首先提到,美英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长期持有特定立场,但近期似乎有所转变。 认为这种政策的变化是现实情况所迫。 要理解这一点,建议回顾相关的历史背景。 1947年,联合国在美国和犹太社群的影响下,通过了一项决议,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。 这一决定被视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划分。 特别指出,联合国的这一巴以分制方案将53%的优质土地划给以色列,而只给巴勒斯坦43%的较贫瘠土地,同时还将巴勒斯坦领土分割成几块。 认为这种分配极不公平,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,并引发了五次中东战争。 在这些战争中,阿拉伯国家屡遭挫败,失去了更多领土。 提到经过长期的抵抗,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并申请加入联合国,尽管夺回领土的希望渺茫。 通过回顾历史,强调了美英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是现实政治的产物,反映了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压力的影响。 尽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了一系列吞并政策,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会容忍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。 以色列利用其国际影响力,尤其是与美国的紧密关系,成功地阻止了美国政府承认巴勒斯坦。 此外,以色列还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运用其影响力,导致美国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投下了否决票。 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,这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尽管得到了140多个国家的承认,仍然无法成为联合国的一员。 巴勒斯坦未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事实,意味着它无法享受联合国宪章所提供的保护和权利,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作为一个完全主权国家的地位。 此外,这一情况也使巴勒斯坦的领土成为了争议地区,为以色列不断扩张领土侵占巴勒斯坦领地提供了借口。 目前,巴勒斯坦的领土面积已经被削减至仅2000多平方公里,不到其原有领土的十分之一。 对于美国和英国而言,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式承认巴勒斯坦,但近期的态度转变则是出于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考虑。 最近的巴以冲突使美国陷入了一个不利局面。 美国虽然不希望以色列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,但又无法完全割舍于以色列的支持。 这一僵局不仅使美国的中东政策面临困境,而且可能长期影响其在该地区的利益。 因此,为了打破目前的僵局,英国首先表态承认巴勒斯坦,随后美国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,这被视为是对当前紧张局势的一种调整和应对策略。 美国提出承认巴勒斯坦的声明,似乎有双重目的,且与中国的关系似乎紧密相关。 有关美国是否真的会承认巴勒斯坦,这个问题既有其真实性,又有其虚假性,其真实性在于,美国可能试图通过这一举措来稳定中东局势,而其虚假性可能体现在,美国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,因此,这一声明可能被用作掩护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手段。 美国此举的主要目的有二,首先,是为了缓和紧张的中东局势,通过提出承认巴勒斯坦的想法,来交换该地区的稳定。 其次,是在伊斯兰国家中造成分裂。 美国可能利用这一议题,让伊斯兰国家在巴以问题上产生分歧,一些国家支持和平谈判,而另一些则倾向于武力反抗,从而在政治上造成分裂。 总之,美国是否真正承认巴勒斯坦,以及其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,还有待观察。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,关于巴勒斯坦的承认问题,实际上并非完全受美国的控制,而更多地依赖于以色列的态度。 直到目前为止,以色列尚未明确表态,且其同意的可能性似乎相当低。 若以色列最终拒绝,其可能会加剧对巴勒斯坦部分地区的军事行动,乃至可能对黎巴嫩发起攻击。 在这种背景下,尽管美国和英国可能有承认巴勒斯坦的意向,但具体时间点和实施方式依然是个未解之谜。 此外,也不能排除这是美国的一种缓和策略,因为面对以色列的反对,美国似乎并不愿意单独采取行动。 另一方面,美国准备承认巴勒斯坦的决定与中国的立场密切相关。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,并积极倡导两国方案给伊斯兰国家以信心,同时也向国际社会施加了巨大压力。 对于美国而言,长期站在国际共识的对立面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 因此,美国感到有必要采取某些行动,其中之一就是承认巴勒斯坦。 然而,巴勒斯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承认,关键在于当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时,美国是否会投出赞成票。 这一点,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口头声明,更关乎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行动。 关于当前巴以关系的形式,有一种观点认为,中国的坚定立场对于保护巴勒斯坦的未来至关重要。 这一观点认为,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,巴勒斯坦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国家存亡危机。 此外,这种观点还认为,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一些行为,如领土扩张,最终会在中国的影响力下得到纠正。 这是因为,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,被视为未来世界的重要引领者,可能会对全球规则的制定产生显著影响。 根据这种观点,1947年确立的巴以两国方案,作为一个国际共识,将得到中国的坚定支持和推动。 因此,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也将难以摆脱这一国际共识。 此外,全球伊斯兰社群拥有约15亿人口,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,可能在中东地区的未来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。 当前的巴以格局,不仅是一场地域冲突,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的开端,预示着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加重大和深远的变化。 这种观点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,以及中东地区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。 - 点赚。 - 点赚。 - 点赚。